我是他调的代价 不一定能看上我 不一定能看上我 我担心人家城市高 是干部 咱们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工人 还是服务行业的 说了可不一定能让我去 因为人家文化高 人家是干部 我就担心到这儿了 你知道吗 真是央地里窜老虎 一想不到啊 大妈乡亲眼光太高 直呼想找上当次地位高的人 哪成想着大家的身份后 大妈却连正眼都不敢看人家 直呼自个当次太批配不上对方 叔 来来来 欢迎啊 邓叔 姑娘三亲 邓叔 想见你真的太难了 报名多长时间了 疫情刚开始 三年了吧 三年 三年了 然后中间 好几个红娘 都想过来给咱介绍 就是因为咱顾虑说的 哎呀 有点接受不了电视相亲这个形式 是不是 疫情都结束了 就咱俩 咱俩再想看看 对对对 我太老化了 太固执 就感觉好像说的 这个事应当是 像过去那话 说找个没人 或者是同志给介绍就行了 还上啥电视 就得问呢 说你看你 在家老师 找个伴儿 你看你 又有电视 又这那 我们大伙这么帮忙 不行了的 天空一声巨响 咱大爷闪亮登场 真是老奶奶钻被窝 给爷整笑了啊 说起自个这次勇敢一次上台相亲 大爷前前后后 愁愁不绝了好几年 之前亲戚朋友 一听说自个要上电视台 那一个个都是笑得合不拢嘴 如今大爷来到金口钱 何见也是做足了准备啊 这个 这是退休证是不是啊 退休前身份国家公务员 看这个 怎么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嘛 省人是听自作嘛 我话说呢 你能理解 第一呢 是参加工作 完了呢 参军 参军完了呢 是重政 重政以后退役 所以说 能把这几句话理解 就知道这个人 阅历多长了 过去的事吧 咱不有句土话吗 好汉不提当年勇 后浪推前浪 总是后来的人 比以前 狗 所以说 现在你就称 现在我自己也这么说 我的亲属同志都说 叫你去这啥啥啥 我说我是退休老人 就完了 多好啊 真是刘姥姥金大活源 大开眼界啊 本以为大爷就是个 普普通通的诞生老汉 哪成想当人家拿出退休证的这一刻 咱还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啊 大爷退休前 可是正儿八经的局长 咋说 也是统领大几百号人物的领导 辉煌时刻谁都有 别拿一刻当永久 就凭人家这句话 咱就能知道 也是个脚踏实地的好官啊 退休金第一说啊 说五千九百八 别说满了 五千九百八 今天这个工资要涨了 六千多了 再说六千 我大体说这个意思啥呢 别看我现在挣六千多 跟人家说咱们不能说 我也属于月光煮啊 我在吃上养生上 或者在那啥上 我非常注意 告诉你 四瓶这些 用我的话说 这食堂我吃遍了 吃饭有超市的地方 有五楼六楼的美食城 那些人都认识我 平均一顿都二十多三十块钱 你算 那咋不在家做呢 告诉你 煎炸烹炸我都会 去喝了 不愿意整啊 你可不知道啊 为啥现在 你看我这屋 只是简单 熟识一下 没有热和装饰 待我大人在那 我二人在那吃 累了反正两头住 这咋我根本不咋住 要不我不愿意领来 真是端午节吃粽子 皆大欢喜啊 月光族跟赚不到钱 是两瓦事 大爷每月退休金六千左右 四个一个月 是想下馆子下馆子 想去泡脚推背 就泡脚推背 对待四个都是一点火烈色 更不用说如今 上台相亲找老伴了啊 那咱们就齐里看唱本 走着瞧吧 主角是鱼姨的是不是 对对对 你都不知道 那个我给阿姨介绍完之后 阿姨那天就给我讲电话 就强烈推荐 说有个好姐们 说来也想那个找老伴 我说那个 我这个姐姐相当漂亮了 那时候的还有文化 咋的还带劲 我这个歌还搞 哪方面都挺好的 哪方面都挺好的 还挺游戏的 天空两声巨响 咱大妈闪亮登场 真是唱戏的腿抽筋 属实下不来台啊 大妈这次铁树开花 再逢一春 也是诸葛亮带兵出征 从无打无把握指账 亲友团一上来就过年的嘴巴 竟说好话 有文化长相好 个头还高 不过这字个说了可不算 还是得看大爷喜不喜欢啊 他也是的 那个鱼衣好像也挺爱打扮的 我看今天这个穿的啥的 就是平时别爱打扮 现在反正得啥穿啥 我就这样是 你看那衣服啥 都没有超过多少多少钱的 这都是孩子买的 这大外孙子买的 这也大外孙子给我买的 几个孩子啊 我就一个姑娘 一个外孙子 外孙子25了 姑娘46了 姑娘是在四平吗 家给四平 但是稍微打工去了 外孙子呢 外孙子也稍微打工去了 就都不在身家 都是 四平现在就咱自己 就我自己 我那感觉挺姑娘的 刚开始没有 刚开始找不到都行 帮我治个有劳保 要有工智 身体呢也算行 哪都能走 我不想走了 但是吧 孤单 就感觉我特别特别孤单 因为孩子要是在家 他总来 这不来 完了工作忙的 电话呢也少 我那妈叫挺姑娘的 大伙子得劝你 你再说再大点 就没人要了 说起自个的生活经历 大妈也是长江里的石头 经历过大风大浪 自个的儿女都已经成家立业 就连孙子都已经马上要拜堂成亲了 但是自个女儿结婚的时候 大妈是在单身独守空房 现在孙子都要成亲了 结果大妈还是孤身一人啊 还真是在意忍受不了了呀 我先找得高党一点的 最起码工资吧 那个五千多的以上的 有点文化的 最起码吧 他懂得点理理 你不能听别人的 这个他有点主张 最起码你同意找 为一切心理吧 为老伴的脸过脸过日了 咱看这么亲事也是 铁头戴了钢帽子 保险的很啊 习到自个的择偶要求 大妈也是胡同里赶住 迟来迟去 直言想找一个有文化上当似的 要求人家素质要高人要有情妙 关键是月收入必须要五千以上 这要求对别的大爷可能是难为人了 但是对咱局长大爷 那就是张飞吃豆芽 小菜一碟啊 这个单元就是 这个一半元 这个相当好了 过去这地方吧 一般都都不到的 都是领导 那可不是一般人都不到 哎呀 来了 你好 好 来这个 不用换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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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进来上里做 随便呢 嗯 熟蒙没蒙一开门 俩 这俩阿姨蒙没蒙 不蒙 不蒙啊 人家有个数位一定 挺好 能理解是不是 那对 没蒙 英文啥 你说上午你说了 给介绍了头一个怎么怎么怎么 第二头一个就介绍了第二个 做红娘了 我就有这个思想 你就猜到了没准他得陪着来 有 不但他陪来 还来得多呢 哈哈哈 做好这个准备了 所以咱特意换了一身 比上午还精神 还把人的衣服 全新的 迎接新人嘛 那你猜到哪个是我 他俩我不好猜 真是冷飞里爆出热栗子 一想不到啊 大妈和闺蜜 你还没走到大爷的门前呢 就开始赞叹大爷的小区 是高端大气上档色 直呼这是领导才能住的地方 就是渴望不可及啊 相比于大妈的激动兴奋 大爷开门一看到两朵姐妹花 却是无从下手了啊 这要是买一送一还好说啊 但要是扔下一个都没有心疼啊 咱正式介绍一下 哪个是给咱介绍好的 行不行 这位是余秀萍余姨 是我给咱介绍好的 然后这个是邓鼓站邓鼠 然后吧 阿姨是啥 是之前也是在找四平云 我给她介绍过 阿姨今儿是陪着来相亲的 对 我陪了一遍 她相亲呢 我没啥意见 但是她在瞅着的素子啥 各方面说话啥的都行 符合我的要求 不到她啥样的 从演员上看呢 还是可以的 起码看呢 用我的话说是笑面 真是小马拴在大树上 老耗的不得了啊 大爷大妈才刚一见面握过手 大妈就直呼对方有文化有素质 看着咱也是直呼离谱 毕竟大爷还没自到身份呢 咋还就被看出来了啊 不过一马归一马 大妈这头是印象不错 大爷那头也是直呼相中啊 这中华人问我公务员症 退休 退休前身份国家公务员 明确啊 明确 我这有三个好听的名 第一个是老当益壮 说我身体好 第二呢老母身算 说我干啥都算你得明白 对三个老顽童 我接我那大孙子 啥在巴巴鲁学校 我跟他把小同学删下去 教育局那玩意儿 局长啥的科长去检查工作 一看 哎呀 邓学你这在这儿玩这儿 我说我没事退休 接孩子 接孙子 你这老顽童 全区域养治的 我是他条件来讲 不议都能看上我 不议都能看上我 我担心你的城市高 是干部 咱们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工人 还是服务行业的 说了可不一定能让我去 因为你文化高 因为是干部 我就担心到这儿了 你知道不 你说啥呢 我说他天哪没息息 你长得在这儿 不是长相 人嘛不能光看那个脸吃饭 过日子 说了可过日子吧 特别的那啥 不是说这 我就吃饭 睡觉 在这儿生活 那说了可 一起走 一起溜得 一起干啥的 那 语言要是沟通不了 没啥意思 他说上这儿我接不了下去 有啥意思 跟门人那人一样 你还有文化 我还一大字不识 那两码事 真是土地妙里田窟窿 属实不妙啊 一听到大爷是正儿八经的局长退休 大妈这头马上就切场了 直呼自个要文化没文化 要荡次没荡次 人家是西装革履的父母官 这个却是粗衣烂布的基层工人 也是担心两人没有共同语言 就算是真的走到一起了 未来也肯定会生出间隙啊 就是打心底的觉得 他配不上人家 找伴的标准可不像你们想象 纳得我的身份 或纳得我工作的阅历般配的 不可能 他嘎嘎讲再讲他也讲不过我 人家是把刀刺药的 就是人这眼品德太好了 对 对对 看品德 看他的正不正见 人家说话了不论 你看人家说话那个演员 你就从哪里面瞅 说话到柯了 你就找样的 那素食 素食 你看人家讲呀 你跟男外星家一样 就摆着都不一样 那回来就是那个 这两个是个感觉的 真是唱戏的唐言类 可歌可泣啊 一听到大妈一位 两人的身份心生畏惧 大爷也是城墙里捅公干 直来直去 直言自个找对象看的 从来不是身份位置 只要两人情投意合 恩 爱 爱 就能够夫妻手牵手 余生一息走 还真是没一点官僚的价格 那我结婚以后 结婚了 然后就我调私品 然后分到私品旅士 跟他一干就当退休 然后在罗上 什么单位 私品旅士 现在后来就是 商业宾馆退休 我就跟那个 是战前那个旅客 对啊 战前 退休机我现在是 两千五 聊着一会赶脚 这个人我不说非常成熟 也是摸趴不滚打过来的 人家是比较手扑 做一般工作的 这就不错了 看出一个人的稳定思想 不跳潮 不在山外那山高 说起自个的生活经历 大妈是从旅店前台 一直干到退休 算是将自个的整个青春 都奉献给了这个行业 本以为大爷会认为大妈 没有上进心 安于现状 哪成想人家 却知乎大妈脚踏实地 还真是良言一句三冬碗 可与商人六月寒啊 你体重多少啊 一百四 一百四 一百四十斤啊 比我重 比我重 比你重啊 哪个我 妈妈应该体重啊 对啊 那不对啊 骨头架子 我头来那天洗澡 一凉还是一百三十来斤 你瞅人怕说不光看看肚子 看胳膊腿 不许什么啊 我不许 他只能陪我出 那不能 你看人家这胳膊 粗点 那 我看啥不错 又有啥呢 哎呀 你脸都红了 我又肚腿又可粗 可三十三生花 哇 那刚才一笔 你不尴尬呀 啥尴尬呢 你怕粗 我这些年 我不是说 我今天是胖了 没个瘦 我这些年就这个体重 一直就是这样 像他说 我这些年就一百三多 我这些年就一百四十多 这玩意儿有眼光 不到他看了行不行 他把我能想这么讲 放瘦不是恒来一个人的 各方面标准 身体好就行 哎 有的人呢 喝开水都胖 有的人吃药物他也瘦 我身体吧 我也听出来了 他问我身体啥 三高我没有 一高都没有 旧子现在热乎 人家到咱这说 咱也到人家认识门啊 玩得有话方长呢 那走吧走吧 真是和尚进了固子 属实不妙啊 本以为两人能聊得乐乐呵呵 哪成想一说到体重问题 大妈还比大胖了不少啊 本来大妈就对自己的身份不自信 这再一说到体重问题 大妈是彻底说不住了啊 脸的肤色肉眼可见从白转到红 看到大妈小小的脸上 写满了大大的担忧 闺蜜也是忍不住好言相劝 事已至此就看大爷的抉择了啊